Angela Baby装前装后样曝光,从大灰脸变精致欧美娃娃。网民,每次都常不一样。 平时都以美美形象示人的Angela Baby,不禁让人好奇她素颜到底长什么样。 她14岁出道以模特身份走红,近年来则在戏剧、综艺圈发展。 因为长相太精致完美而遭人质疑,饱受整容怡云,就算做鉴定还是无法说服所有人,她9日分享装前装后的模样,又再度掀起讨论。 Baby大方PO出正在做妆发的影片,虽然不是纯素颜,但可以看到她正式完妆前的模样。 在底妆大致完成的情况下,造型湿在鼻梁、下巴、额头等部位大亮,并且补强眉毛,眼皮部分用粉色系眼影增添春天的梦幻氛围,并且细腻描绘眼线。 一双大眼变得更加立体,熔熔有神,最后影片停在化唇妆的部分,整个人比起彩妆前更为亮丽。 虽然Baby没有说这是素颜时的影片,但不少网友一脸黑人问号,留言,怎么每次都长得不一样? 更指她真正素颜时又黑又丑,事实上黄小明过去接受访问时便曾正面回应网友的评论,她力挺Baby,大家老说她整容什么,那是大家没看到她平常的样子,我又不是笨蛋,我肯定知道她没整容,她有时候没化妆,真的挺像那些很丑的照片。 黑自己另一半完全不客气,不过也证明Baby是经得起时间及大众检验的。